分享得獎感受 得獎感受?不感受 開心 當你知道我有這個獎頒給我的 我當然是驚喜 真的 因為我去年拿了亞洲電影的終身成就獎 拿完真的打算可以收皮 終身成就獎也拿了 你還有什麼可以嘻嘻嘻 我現在想不到 我還有一個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終身成就獎 這是很驚喜的 驚喜完之後 我想一想 有沒有機會明年澳門來一個終身成就獎呢 其實不是的 最重要的是我現在很想得到 我拍了二百多部做的二百多部導演 我竟然未獲得最佳導演獎 我希望獲得到一部最佳導演 所以我打算有機會拍到十多部電影 其中有一部提名我就很開心了 下一個題目 還有十多部電影 已經拍完了 做夢的時候已經拍完了 現在拍一部也很難 但不要說拍十幾部 不是的 其實我很想拍五福星 但是有些星走了 沒有得延續 其中心也很難過 因為我經常想著 其實我喜歡 就是我的戲出來 就是被人開心 但我覺得五福星的片中 那幾位演員 所有演藝出來給人看 是很開心的 他們是壞人 但他們是一個好的壞人 不是打奸劫舍 不是那種的 就是喜歡拍的 我始終… 現在要培養一個年青人 還不是一個年青人 要培養五個年青人 去做五福星 你說我找五個不懂的 叫你去看 你會不會日常去看 就是只有你一個的觀眾 真是大肯獲 不是的 有機會了 因為現在的電影 你要陪伴新人 你要是很有心機 不是一步就行 你要一步一步來 你給觀眾有多少 他的印象 然後他的配搭 譬如我導演 我不是神來的 你都是說實際 他的表現 可以不可以 他有沒有喜劇感 就等於我拍五福星 我處理五個人的性格 一個經常扮帥子 就是巡帳 一個經常靠嘴說話的 就是沈建勳 一個經常都以為自己可以看 那些指導人 或者上身 或者什麼 吳耀漢 就是每一個人的性格 我要想到 那個演員會做得到 你現在找五個年青人去做 你叫他做吳耀漢 那些看不到 看不到 觀眾都不會相信他 是吧 不過不怕的 上天不負有心人 你肯做就行了 你要找他想就行了 我真的 我每天都在想 因為我現在的腦袋想不到 我現在的腦袋想著吃東西 因為我老婆不讓我吃 我經常都想著吃東西 所以我這陣子都在想 有什麼可以讓我想到一些 化學作用 有什麼電影的故事 怎樣 因為我現在是很怕看東西 我以前真的不是說謊 那些小說 一大大小說放在地上 因為很多是短篇小說來的 那你看這一集 放下再看第二集 我這樣看 看得到天亮 但現在的眼睛不行 現在的眼睛除了看《馬經》之外 其他都看不到 真的很慘 所以現在很多人傳給我的故事 在QQ那裡我看 我都很辛苦 唉 我有很多東西想吃 我剛才說過 我很想吃大滷麵 你去京菜館 你就說 給我來碗大滷麵 大滷 滷水的滷 大滷麵 那個好 還有酒和肉絲炒辣麵 那個也是好 我從小跟我師父是北方人 我習慣了吃很多都是北方的東西 我剛出來學校的時候 以前有間松竹樓 是京菜館 我一個月起碼要去四次那裡吃東西 因為習慣了那種口味 現在當然沒有了 現在更加不行 我當時也說 我想吃個餐蛋麵 我就是老海粥吃人回憶 餐蛋麵是什麼味道 好像很好味 太久沒有見過他 幾年 三年 我都說過 早上吃了青瓜 晚上吃了青瓜 中間的番茄 血糖沒事了 但是營養不良 好 穿左手便這些人記者朋友 這只是說笑而已 其實就是 盡量不要吃澱粉漬的東西 還有麵的東西不吃 其他的東西都可以吃 其實我多謝很多人 因為我覺得我在現在這個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我現在有空 想回以前的東西 我除了做導演 在導演現場做事之外 其他很多濕碎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理過 剛才說 我多謝陳佩華小姐 就是因為她做我的製片 有很多濕濕碎的東西 她搞定 我只是負責拍戲 所以有很多身邊的貴人 一直幫我 我是不知道的 那時候 突然想起來 為何我自己好像沒什麼辛苦 只是做導演 只是做導演 其他的東西 所有的演員 五福星誰是多少錢 誰是多少錢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不管 我要這個人 這個人之後 製片和他們搞定 所以我身邊 真的有很多貴人 大哥大 左手便的朋友 恭喜你大哥大 謝謝 除了導演之外 其實大家觀眾 都很喜歡看你的動作片 動作的戲 那自己其實 會不會都 有個想法 或者想培育下一代 幫你去拍多些動作戲 我前幾天才跟家樂說 前家樂 我說我很想搞個培訓班 我搞來做什麼 到底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教這群年輕人 這群年輕人 以後的前途是什麼 先做奴婦武師 現在哪個機會 讓你做奴婦武師 你不知害人子弟 我又不是李嘉誠 搞完之後 我就開幕給那些小孩子搞 一邊支持他 一邊燒 我沒有這本事 我沒有這本事 你要教別人 你都要有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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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點 和那個 point 我不是這樣教他 教了他就可以了 為什麼有人讀書 他讀书将来就有很多客人作用 知识也有作用 你功夫未必是 你教了功夫 跟着就去买 叉烧包 现在都不用叫 现在就点滑就可以 所以我们其实心里很不舒服 觉得所有的东西 上一代的东西 你没办法再承传下去 我真的好像七少虎一般 握个台条 什么 师弟有没有祝贺你 师弟有没有祝贺你 或者同意认为庆祝 他祝不祝贺我都是这样 他不祝贺我 我就不生存了吗 其实没所谓 有个人祝贺你 就祝贺你 没个人祝贺你 就算了 师弟有没有认为和大哥大宴祝 我前日师弟和我师弟去庆祝 和我袁母师弟 他叉烧了三天 我去庆祝 我说师弟你真好 你这个场面好像比师傅更厉害 我们最后一个提问 是这边的记者朋友 你好 想问一下未来有没有可能和张艾嘉拍到一部文艺片呢 这个问题可以想想 唯一要求的就是你做老板 一定我没有问题 这个老板 多了些就行 哈哈哈哈 不是的 看机会吧 看机会吧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拍摸舞打片 喜剧片 不一定得到最佳导演的 不一定得到最佳导演的 你要拍摸哭哭忽 很凄凉的 食物都可以拿到 或者和張愛家拍部虎誠片